Hello, 大家好, 我是桑普 今天大家知道我要讲些什么 当然是关于川普, 香港或中国叫特朗普 我不是很喜欢叫特朗普 我叫川普, 他被行刺这件事 attempted assassination 有人意图行刺川普 现在不需要抓这个人 因为当场已经被击杀 是一个来自宾夕凡尼亚州的白人男性 20岁的 我想这件事不是 好像纽约邮报所说的中国人 没有这件事 这个不要误存了 这个20岁来自宾夕凡尼亚州的一个白人男子 究竟他有什么动机要这样做呢? 验证调查当中 整件事发生在7月13日美东时间 但侵侵去到宾夕凡尼亚州的北纳西部的一个城镇 就是做这个选举的造势大会 他去到当地 还是阳光普照 因为北半球去到那个位置 基本上六点多 仍然是阳光非常普照 现在北美洲相当热 希望大家都注意一下自己的身体 当时7月13日傍晚6点02分去到现场 照一两个 God bless the USA 就是那首歌一边唱 唱完之后 他就上台上 就开始演讲 演讲其实不够十分钟 去到6点11分左右 就开始传出 当时特朗普向右边 指向他有个看板 看板就讲到 关于当时的 就是说 究竟illegal border crossing 的问题 就是说 拜登年代 就是说这个看板里面的资料 都已经比较旧一些 但是一直以来都是这样 是bad的 illegal border crossing 就是非法越境的人 好了 说到这样的时候 突然之间 就是他摸摸自己的右边 然后自己立刻趴在那裡 就是他都很有经验 就是玩过枪的人 就会有自然的反应经验 据他所说 他就是一个 a shot with a bullet that pierced the upper part of my right ear 就是一个子弹穿透了他右耳的上方 他说 i knew immediately that something was wrong in that i heard a whizzing sound shots and immediately felt the bullet ripping through the skin 就是基本上看到一些呼啸的声音 有枪声 接着呢 就是感觉到他的皮肤被子弹刮破的感觉 他说much bleeding took place 就是流了多少血 大家看到现场的片和照片在这一点 甚至你看到 就是我放在这个 thumbnail 就是这个图卡 放在这个片前面 看到这一点 接着呢 他就说 i realized what was happening God bless America 据最新的消息 他已经 没有多久 就离开了不落 接着搭乘他私人的飞机 去了New Jersey 降落在Newark Liberty International Airport 而他呢 就在我现在播放的节目的时候 是美国的要睡觉的时间 那就是在他的private golf club 就是他私人的哥尔夫球会里面 是靠近Badminster的地方去休息 那之后的行程呢 就未知 但仍可以肯定的 接着很快就进入了美东时间的礼拜日 即7月14日 7月15日呢 将会是共和党全国大会 在Wisconsin的Milwaukee 举行 那这一点呢 大家知道呢 RNC Republican National Committee 都已经说明的了 这个National Conference 是会照常举行 而Trump Trump 也乐意去join 那看Trump 现在都是 依然行动至余 手脚没有受损 受伤的是 可能面部 甚至是耳朵的上方 那这些当然要做一些应要有的一些医疗的处置 而他也是在当地的医院里 当地的诊所 local medical facility 那里呢 就是做这件事 那当然了 做完之后才公布 去哪个地方 但肯定是在做的时候不会公布 因为国家安全问题 他身边围了很多人 就是他特勤人员 这叫secret service 那这个特勤人员呢 就是他们的警察 一般的社任总统呢 都会有一班特勤人员 那我稍后会讲到很多历史的原因 特勤人员越加越多 而且不知是社任总统 现在他是个总统候选人 就是一个presumptive的 因为15-18日才开共和党全国大会 那是presumptive的共和党提名候选人 那拜登要等到8月才会被提名 好了 在这个时间 我们都会知道呢 在这么严密的保卫之下 押他落地 所以特勤都很感谢这一班特勤人员 帮助他 他跌落地的时候 他就说 我要穿回我的鞋 因为他跌落地的时候 有人按住他 鞋脱了 他要穿回他的鞋 所以有些时间 大概有几十秒钟 他在一个地方找鞋 然后站起来的时候 高举拳头 fi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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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了三拳 这个自然的反应 是可以说给大家知道 很难得的 一般被襲击的时候 我想一般在各国的领袖 不会这样的 譬如你就算是 就算你是中枪 很重伤 或者轻伤都好 你第一个反应就是 尽快离开现场 你不知道会不会有 继续的追击 但他没有 他站起来fight fight fight 跟着呢 走到去 那么一刻 整班的人 本身很害怕的 因为 为什么呢 现场除了侵侵 遇到一个襲击之外 其实由上而下 距离三百米外的追击 是继续下去的 他存在 空手 是拿着一个 AR-15或者16的来福枪 但是 长程 现在美联社 或者各大媒体 都没有报导 拿着来福枪 距离三百米的射击 其实想想想 是千军一法的 你想想你的落点 你打把 都不能打到 哇 好像你当枪枪王 对吧 即是 你要去打这个把 你要去打侵侵 那么巧 他转过来这一边 譬如说 那个枪 是基本上 极有可能 是由后向前射的 你看回他面上的血痕 你也知道 如果由前向后射 基本上 血是浅在后面的 OK 不会这样 浅在前面 是比较少的 应该是由后面射过来的 不然之 我转过头 转到这边 我指着那块板的时候 那时候 那些枪 那枪 就穿透这个耳朵 就出来 换然之 如果我不转过后面 我这样的话 他根本就射中我后脑 即是从后脑里进去 那么 救到 都可能 整个人 已经本身不遂 甚至有植物人 所以我说 他的好处 就是刚刚转到这一边 而那个双手才开枪 那么 如果你说 子弹再歪少少 向左 歪少少 的话 哇 死了 就像金乃迪 GFK RFK 死亡的情况 那么 这个情况 在特朗普都没有出现 所以 今天 我一 起床 即是我们在台湾时间 一起床 看到这宗新闻 很震惊 尤其是 我很祷告 多谢 上帝去救赎一个 很重要的一个 世界的一个领袖 而且希望 他能够吉人天上之夜 能够 以他的性格 不需要我说的 会更加 stay strong stay calm stay humorous stay loose stay cool 这件事也是一样会去做 我想起 这个是对美国的一个祝福 OK 而这一点是相当重要 现场有一死两重伤 想起真的相当 惨惨 有一位是 奔职范尼亚州的Beaver County Vice President 叫做Ricco Elmore 他现场上坐在第一排 一听到枪声的时候 因为他当兵 他知道急救技术 他知道不可以等 于是他会冲上前 去看看有没有人受伤 侵侵当然是被一群特勤队的人员 禁在那里 于是没有可能 侵侵被他禁在那里 看看旁边 哇 有个男人 这三个人 一个死 两个重伤都是男人 那个男人整个头是爆的 一看头一抬头 哇 整个血 接着呢 没得救 欲救无重 整班人再次惊愕 而当时 直正没多久 前了一个女人的尖叫声 我看见有人 还想 即场死亡 爆头 另外有没有其他两个人重伤的消息呢 现在都是当然了 大家就是想挖掘了 但是现在FBI主导了整个调查 那FBI和当地的一些特勤的组织 和呢 坪夕凡尼亚州的警察呢 都不去公布这些人的消息 保障他们的私隐 还有还要有尋线调查犯案动机 那现在呢 看来呢 Kevin Rojack Special Agent In Charge FBI不支堡 即Pittsburg的Field Office 就说 We do not currently have an identified motive 我们现在呢 不公布那个犯人的身份 即是说20岁的男士 罗志斌直凡尼亚州 基本上是灰色的东西 他基本上是一个军装的 在这个情况下 不是中国人 不要乱传 也都不是香港人 台湾人 我们不是中国人 但是呢 有一点就是 不公布这个兇手的身份 也都未查明这个犯案的动机 那现在是美东时间 7月14日的凌晨 大概1点左右 相信会在 睡醒之后 拜登 就会和 Vice President Harris 和其他的人 去开会 包括 執法的部门 和有关国土安全部门 开会 共同搞清楚 最新的消息是什么 当然 我们在外面收到的消息 都是过滤过的 所以暂时未知 而FBI也都说明了 事前是未收到任何的特定的指定的恐吓 而发生这件事 有很多人说 FBI是否事先知情 FBI就基本上说 未收到恐吓 事先不知情 也都是很震惊 是否已经连发掃枪之后才做出这个问题 有些人批评了 这些特勤部队 尤其是护卫的部队 有些人 投诉就是说 他上去扭到有枪 那时候不立即制止 那方面的事 等到枪声大发的时候 才被动 还击 基本上 当然 快狠准 击杀了枪手 但 为什么不事先制止 这些事情 我现在在这个时刻 没有一个进一步的资料 但这个需要循先调查 搞清楚 有没有所谓延误时机 那我会这样觉得 初步会认为 很多人报案各方面的事情 说要捉那个人 是否捉不及 或是根本没有捉 这些情况 我们都有 需要全面的深入调查 尤其要找回当日 民众 就是很多人 去和警察说 有人在上面 为什么警察不行动 有什么原因 可能要找一些有关的警员 去做一个深入调查 现在我不可以急下结论 这件事发生了之后 一开始 很多美国的留言区 就说侵侵这件事 自导自苑 其实我举个比喻 就好像 当年2004年 两粒子弹那件事 就是陈水扁 女秀年 中枪那件事 有没有这样吹谷他的选情 就是自导自苑 整个一场戏 但戏不会这么演 300公尺以外 这个是不争的undisputed facts 300公尺外的地方射枪 你可以这么准射正耳朵 接着还要导致一人死亡 两人冲伤 那些人是无辜的 那你说这个是侵侵自导自演的 那你自导自演一次给我看好没有呢 你放一个苹果在你的头上 让我开枪射一下你好没有呢 你想想这件事 再说自导自演的 基本上是不入流 很快这些声音已经被掩没了 很快已经被掩没了 掩没了之后 大家知道是 很多各方面的政治人物 亦都增相出来 去讲话 包括拜登公开发表那一番演说 就认为指出这件事是不能发生 It's sick, it's sick 这是病态 同时民主不容许这样的发生 同时立即撤走民主党 在电视台播放的所有Ads 现在全部的广告落架 OK 全部不再播放 而这个 觉得一定要 任何人都要谴责这个暴力 暴力在民主过程中是没有任何地位的 他说这番说话 那他亦都是 之外 以前的一些民主党的一些领袖 总统 包括奥巴马 包括克林顿 包括Jimmy Carter Jimmy Carter 现在99岁 他有基金的 不是Jimmy Carter 是基金出来 就是说 譴责暴力 其实是譴责暴力 希望侵侵平安 其实这两个讯息 这两个讯息 以前的共和党的建制派的总统 George W. Bush 也都出来 去表达关注 祝福特朗普 譴责暴力 另外 Elon Musk 就是马斯克 一直以来 都是 暗地里支持特朗普 但今次 是表明 在窗击案之后 就指 我会支持特朗普 基本上我一定会支持特朗普 特朗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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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他的女儿 大女 Ivanca 亦都表达了关心 也都说明了 I love you dad Today and forever 这件事 令人暖心 各国的领袖 亦都纷纷 致以慰民 包括英国的Kia Starmer 加拿大的Trudeau 澳洲的Albanese 和委内瑞拉 就算是敌对的国家 Nikolas Modella 和马杜罗 Modoro 另外就是马杜罗 和以色列的总理 奈塔利亚胡 都纷纷致以慰民 到现在 我都没有听过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出来有任何的说法 至少到这一分钟为止 可能他只有会有 新华社会有新闻稿通告 那这件案 我会怎么看呢 当然是相当 严重 当然 我第二次 我今次做第一次先 我第二次会详细 讲一讲 怎样看 还有我在讲 讲什么看之前 我先有几个fact 给大家 第一 美国FBI 联邦调查局 首席的检察总长 Lead Investigation 即他会 负责去领导整个 这个调查 他的 Attorney General 就是这个 Merek Garland 就已经说明了 一定要是 譴责暴力 和祝福 川普 当然 Merek Garland 当然是 民主党的外长 但依然是跨党派 去谴责这件事 所以你看到 美国的 美国的 resilience在哪里 他所谓的 左右派的争论 是国内的矛盾 你不要说到 左右派的争论 是天底下最大最大的一个问题 各位 你会看到 即使是不同的争论 为了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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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要放下分歧 譴责暴力 为民伤者 没有人会 blame the victim OK 我想这件事上面 大家要搞清楚 看这个节目的人 大部分都和我同一政见 但希望和我不同一政见的人 搞清楚一件事 就是说这件事 是不是要搞清楚 譴责暴力 和这个 就是慰问这个伤者 是做人 基本要做的事呢 是不是 我们起码要搞清楚这件事 这个是民主选举的过程中 他举办民主选举的造势大会 而出现的问题 这个是对民主 美国民主的打压 美国言论自由的打压 美国身体的打压 对人的尊严的一种侵灵 这一点 无论你喜不喜欢侵侵也好 起码都要做一个这样的 基本上的宣示 这个不是lip service 是你由冲也有这样的想法 至于这个merick garland 是不是lip service 那你自己去判断 但起码他说出一个 令人信服的说法 另一个我也要多谢 就是民主党的一个 宾夕凡尼亚州的州长 George Shapiro 这个民主党的 宾夕凡尼亚州的州长 当然有很多争议 亦都是侵侵屡次攻击过的 批评过的 他都会是非常清晰 寄予慰文 表达侵侵 刚刚已离开了不纳纳 希望大家能够插空 炎情暴力 反对暴力 暴力 暴力在民主过程中 民主程序中 没有任何地位 也都是慰问这个伤者 至于说其他的人士 包括共和党的众议员 Mike Johnson 亦都是号召 去展开 就是说明了 要呼吁众议院全体 去展开全面的调查 Full Investigation 他会召开听证会 找美国的特勤有关的官员 现在坐镇美国secret service 特别勤务的director 的总监 就是Kimberly Cheetah 在这个地方 他会找他 来这个cheater Kimberly 就会被传照作证 另外当然是DHS 就是国土安全部 以及可能奔直凡尼亚州的警察 都会传照作证 搞清楚 有没有失职问题 这个我想在民主的过程中 应该要有的一种做事 因为说真的行公义是很重要的 OK 这一点也是重要 很多人就说 宾夕凡尼亚州 有19张的选举人票 2012年给奥巴马 2016年就被侵侵 2020年的时候就被拜登 各项的文医调查 即跨党派做一个平均数 基本上侵侵 都是宾夕凡尼亚州 是有略有优势的 这件事件尤其令人非常震惊 尤其是Spring State的重要Spring State 就是宾夕凡尼亚州 是两党兵家必争之地 今时今日出现这个情况 这19票的情况可能就会倒向侵侵 甚至不止一个宾夕凡尼亚州的选举人票 是全国很多的州 绝大部分州的选举人票 都可能倒向侵侵 这件事的话 我们可能未来重要 去看看这个有关的事 最重要的是 宾夕凡尼亚州 有众议员和参议员的选举 而参议员选举人 今次是一直要改选的 众议员是两年一任 参议员是六年一任 六年是错开不同的任期 每两年改选三分之一 今次有一个Bob Casey的人 就会是离开这个席位 这个民主党 不是离开的 就是说他要竞选连任 民主党Bob Casey要跟哪个队呢 就是David McCormick 两个叮当码头 共和党的McCormick 和民主党的Bob Casey去斗 今时今日这个情况 哇 会不会选举 不止影响总统的选情 还影响这个州的众议员 和这个参议员 改选这个席位的选情 因为现在共和党 对民主党 基本上是叮当码头 现在是五十一对四十九 就是这个参议员那里 但经过这个选举之后 分分钟呢 民主党就会失败 而被共和党 是拿到参议员 和众议员各过半数 换言之 总统 川普参议员 参议员 众议员 都由共和党去掌权 这种情况之后 历史上很少见了局面 绝少见了局面 这种情况会不会出现呢 我想越看越迟 究竟我会怎样看 空手是谁 怎样看特朗普的表现 特朗普的胜算 怎样看对国际局势的影响 我想这个留待 我们第二节 再和大家分享 所以这一节 先和大家播一播一些 基本的facts 可以大家 没那么多时间 看英文媒体 可以看我这个媒体 有一个综合的意见 那我们下一节 再和大家分析 我怎样看整件事